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天生传播协会 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从下午的5点05分到6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在我家的节目我们现在是周一跟周二播出的 欢迎听众朋友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礼拜已经要进入的母亲节了 在未来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每次到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在外面走在街道上 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商店 你会发现到处都在贩卖母亲节的礼物 这两天我特别上网去搜寻了一下 想大部分的母亲会喜欢儿女送她什么样的礼物 结果我点进去发现居然充满的都是母亲节礼物的广告 然后后来我找到一个资料 蛮有趣的 里面就有人特别做了一些的问卷调查 问所有的母亲你最喜欢儿女送你的是什么礼物 中间有包括珠宝啊首饰啊有包括吃大餐啊 有包括去旅游啊或者是去百货公司买一套非常漂亮的衣服等等 那我非常的惊讶发现居然排行榜最高的 就是妈妈最喜欢儿女送的礼物居然是母亲节的卡片 那我为了要证实这个 我就昨天我碰到几个年轻的人或碰到一些的朋友 我就会问她这问题你觉得母亲最喜欢送 你们送她的是什么礼物 结果居然很多的大学生回答我都是送卡片 她说我的妈妈也非常喜欢卡片 后来我在想这个道理 我想一方面是孩子们如果还在大学生 他们也没有什么收入也没有钱买很贵重的礼物 一方面妈妈为什么喜欢卡片 是因为孩子在卡片上都会写一些平常不会开口 跟妈妈说的一些肉麻话或是亲爱的话 而这些话是妈妈最喜欢听的包括我自己 我的儿子每一年送我卡片的时候我都存起来 不但存起来我还把他照相 把他存档 因为我觉得反反复复的看非常的满足 比吃一餐饭比送一个什么贵重的礼物 那就用掉了 所以可见做父母的心 特别做妈妈的心是非常简单 很容易被满足的 因为卡片妈妈可以反反复复一直看 各位听众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们这栋楼最近在做这个消防的安全测试 所以不断会发出这种声音 并不是你家私火了 只是在做消防测试 所以如果有一些的声音突然出现 我想请大家忍耐一下 我希望这个测试能够很快的就好起来了 好所以今天因为母亲节 所以我们就我们特别请到妈妈萌的负责人 在我们中间来分享一下做妈妈的心声 在这个世代做妈妈 我觉得比我那个时代做妈妈辛苦多了 因为孩子少 然后面对的社会的压力 舆论都蛮多的 然后学校课业的竞争也是压力蛮大的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妈妈萌的负责人 在我们中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有一些的分享 那我们先请妈妈萌的理事长 那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然后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 来 您好 好 金姐你好 真的很荣幸被你邀请 来到这个节目上 我先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 当妈妈的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做妈妈的 所以每年母亲节对我很有意义 我有三个孩子 虽然现在他们都长大了 我的老大已经生了三个女儿 所以我现在也是阿嬷 我也很想说当阿嬷 那不晓得这些 我们听众朋友们当妈妈的 你想到母亲节 你想到你母亲的角色 你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感触 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做妈妈 当现在孩子们大了 也不需要我照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亲密的关系 我会觉得做妈妈 是我一辈子当中最宝贵的 如果是一个角色吧 我觉得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角色 虽然我当初要当妈妈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点不情愿 因为我太多的事情 太多的抱负 太多的事想做 都是有益有价值的事 做了妈妈以后 我很多东西都要放下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然我现在又回到我的工作岗位 我觉得我曾经做了好多年的全职妈妈 我觉得做妈妈是我一生当中 我敢这样讲 最有价值的 那我也要告诉祝福 在座的每位妈妈 如果你是全职妈妈的话 我也告诉你 你的工作 你现在所付出的 是最宝贵的 好 那我们教会牧师说 我想真是 有一个很有名的改教家 我想全是历史上 整个非西方历史都有 记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母亲在家里面 扫地 给孩子换尿布 照顾孩子 给孩子洗澡 他的价值 在神眼中的 在上帝眼中的价值 跟一个大牧师在讲台上 对着几千人讲道 是一样的 好 所以 我勉励 各位 在家带孩子的妈妈 不管你是全职 还带职 你的妈妈的角色 为家 为孩子所付出的 在上帝 上帝是最大 最高的权柄 他的眼光 当然是因为最 最重要的 对不对 他看你是最宝贵的 你为孩子所付出的 孩子虽然 不会讲 对不对 孩子不会跟你说 谢谢你 妈妈你做得很好 你在外面做很多事情 做得很好 可能你周围都会讲 谢谢你 谢谢你 那孩子不会讲 但是呢 那我今天要告诉你 你为孩子付出的 这些无条件的 辛苦跟耐心 上帝要告诉你 说你做得非常好 他要给你勉励 告诉你 你做得非常有价值 这个价值是 要存到很久很久的 永远的 好 对我非常同意 李市长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了 好多年的全职妈妈 我深深能够体会到 那个价值 到现在 我还在回收那个价值 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 听到音乐 我们等一下就继续 我们要访问 我们的郭理事长 他其实也是台北真理堂 杨领雅牧师的师母 那我可能会在节目中 就称他做师母 比较顺口一点 我们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t I know you are here 这里是江营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来宾 她是妈妈萌的理事长 她也是台北真理堂 杨领雅牧师的师母 所以我都称她叫杨师母 那杨师母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说 她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全职妈妈 也知道一个做全职妈妈的价值跟辛苦 那刚刚特别提到 马丁路德说的那句话说 你在家里煮饭 打扫 洗衣服 帮孩子换药布 那个价值呢 不比一个在台上讲到的牧师 来的不重要 其实是更大过这个 因为他所做的能够培育下一代 那我自己的孩子 已经也是成年人了 现在自己有事业 他有时候会跟我说 他说妈妈我非常感谢你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你跟我说 妈妈从明天开始 全职在家里带你们陪伴你们 他说我高兴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得 那时候我儿子两岁 你看他四十几岁还记得两岁的事情 可见一个全职妈妈 在孩子身上所付出的代价 绝对是值得 而且是你没有办法评估的 那个所带来的影响力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请杨师母 跟我分享一下 那你自己作为一个全职妈妈 以及你自己也有了孙女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觉得作为一个母亲的 她的价值 好的 其实我越老 我接触的人越多 我接触的人 年龄层也很广 从小 小baby一直到 我在教会里面 我认识一些人 我真的从小baby 一直看到他现在长大 结婚生孩子 那我做很多很多的辅导 我越老 我越肯定 你这孩子的付出 全职妈妈的价值 非常非常的高 做全职妈妈 你暂时把自己的工作放下 也是一个爱的举动 因为孩子的需要 没有别的 只是因为孩子需要你 你会让孩子的身心灵 更健康 让孩子有安全感 因为你是孩子的 异父的人 让孩子有安全感 让孩子活在 不要那么恐惧害怕 他会比较健康 尤其他的心理会比较健康 我接触很多很多的成人 他已经长大了 但是可能从小 跟妈妈的接触的时间不够 他里面有 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很强的一个空缺在那边 感情的空缺 对一个孩子 长大的孩子 如果跟他的 我就拿女生好了 我是女孩子 女孩子 妈妈跟自己的女儿 如果那个关系不亲的话 那叫做一种亲的 情感上 我就想情感的连接不够的话 那个妈妈 也许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忙 没有什么时间给孩子 那老了退休了 她希望更多时间 孩子跟他close亲近 但那个情感的小时候 连接不够的话 长大影响很大 长大也没有办法亲 孩子也很痛苦 孩子就情感上 跟妈妈连接不够的话 他很想去孝顺妈妈 很想跟妈妈亲密 但他很难做到 就他就会 也许责任上 跟妈妈买衣服 妈妈做点这个 做点那个 但是他很难 跟妈妈 就是情感上的那个close 很难 常常跟妈妈在一起的 那种自然的那种亲密 孩子其实也蛮辛苦的 我这个也是很 多年很久以后才发现的 因为这是事实摆在我的面前 那我就想到 哇 做妈妈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多花点时间 在孩子身上 那当然 做全职妈妈最好 当然如果你觉得 你没办法做全职妈妈的话 你 但是你的工作 不要占用你所有的时间 就每天还是要 跟孩子在一起 好 那这个是绝对值得的 怎么讲 亲子关系是不能取代的 那很多人也许你觉得 就为孩子用 也不是钱能够取代的 你找一个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家教陪伴他 当然是好事 但是不能够取代 你跟孩子之间 那个深度的情感的连结 这个深度的情感的连结 真的会影响孩子一生的 是不是健康幸福快乐 那我们把时间 把你自己给孩子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做妈妈 我们爱孩子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 有很多功课要学习 对不对 不是说光爱他就好了 还要了解他 认识他 包括了解他的环境 他的环境 跟我们一定不太一样 我们也不能依照 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况 来要求他 孩子很需要 跟我们建立很亲密的 那个情感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 去理解他 理解他什么呢 我平常都有两个方面来看 理解他的天生 天生就来的那种气质 天生就遗传 不知道从哪个祖宗 遗传下来的 你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不一样 就要去理解 认识他的特质 照他的特质来学习 接纳他 不要让他感觉 你嫌弃他 然后还理解他的环境 他的环境 周围人给他的影响 家里面的 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 他的学校的环境 这个大环境 以及我们 我自己也是他的环境 我要怎么样跟他互动 对这个孩子来讲 是最好的 这都是我们父母 要学习的功课 我叫他叫做生命教育 父母要接受 这个生命的教育学校 也是一个爱的学校 做父母爱孩子 我再重复一下 但是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去爱我的孩子 让他能够生命更健康 他长大一定会幸福 如果说想到 要理解我们的孩子 现代这个环境 跟我们的环境 当然很多很多的不一样 但是父母就会 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谈到 是说这个时代的孩子 跟我们时代 一个最大的 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 会接受很多 所谓的性别教育 换句话说 孩子们在性别教育里面 所教的可能跟我们 那个时代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方说婚姻教育 我们认为婚姻 一定就是恋爱 就是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然后就是结婚 结婚以后 有性关系就产生儿女 这是我们认为 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 一个家庭婚姻的 一个伦理 就是我有三个孙女 有一个最大的孙女 今年九岁 她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她从学校回来 告诉她说 男生跟男生可以结婚 女生跟女生 也可以结婚 所以他们两个长大 或许也可以结婚 我女儿听了吓一大跳 她就来找我 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就跟她一起讨论 跟她 我们就有一点研究 我们的国家 在这个婚姻跟家庭的 教育上 到底是怎么教的 所以我们也去 寻找一些资讯 我们就发现 当然我们这都知道 几年前我们国家 就有一个法律的修改 要修改民法972 民法972就是我们也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规定 婚姻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的 好 那我们就发现 但是她修改的目的 就是把婚姻的 要把婚姻的定义改变 就是婚姻 并不是一男一女 男女女都可以结婚 然后把这个也放在教育的 学校的教育里面 当然那个 我孙女读的是基督教学校 学校老师并没有教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的同学 还是从别的管道学到 那我想如果他们学校的 从老师整个学校 都在教这个东西的话 那孩子会是怎么样的处境 那妈妈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我就跟我女儿一起研究 那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东西 就是婚姻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些 简单的结论 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 婚姻是怎么来的 一男一女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接受我们的信仰 信仰告诉我们 这个人类都是上帝造的 上帝就是造男人跟女人 上帝就设计婚姻 上帝设计爱情 让我们因为爱情而进入婚姻 然后进入婚姻就有性的关系 那性的关系就会生小孩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自然绿 对不对 人会怀疑生孩子自然绿 好 一男一女结合 他们就有性关系 生小孩 这叫自然绿 自然绿是没有人能够抵抗的 那现在包括我们的环保 我们都是追求自然绿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方说睡眠呢 如果每天都不睡觉熬夜 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坏 叫自然绿 我不肯喝 不肯吃营养的东西 不好喝水 那这自然绿 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坏 我们认为就是说 我们的人跟人 人不是一个个体 我们人是一群互动的动物 对不对 我们是团体 我们是一个社会群体 人跟人的关系互动 也有他的自然绿 我们认为是自然绿 自然绿就是有他的界限 比方说人跟人相处 他们彼此关系很好 彼此相爱 彼此尊重 彼此信任 这个人就会健康 就是心理的健康 我们有心理 不只有生理 人跟人彼此关系不好 人觉得很孤单 没有人爱他 没有人理他 他没有爱的话 他跟人彼此仇恨的话 冲突的话 他就不快乐 这个是违背 我们人类的那种 关系的自然绿 那这些人一定会不健康 会生病 精神方面的疾病 更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跟我女儿的结论 就是说 婚姻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结婚 然后有爱情 有性 然后生孩子 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 稳定的家庭中成长 才会健康 这是上帝设计的自然绿 我们真的不能够去违法 尤其是为了孩子 所以上帝设计的自然绿 就是一代一代 照着这个自然绿的运作 下一代才会健康 对 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代一代 健康的下一代 对 所以谢谢师母 跟我有非常清楚 从圣经的角度 跟我们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谈 刚刚师母有谈到 这个明法972这件事 我们等一下可以透过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师母的一些的看法 我们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hold the man upon a cross My sin upon his shoulders Ashamed I hear my mocking voice Call out among the scoffers It was my sin that held him there Until it was accomplished His dying breath has brought me life I know that it is finished I will not boast in anything No gifts, no power, no wisdom But I will boast in Jesus Christ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But this I know with all my heart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But this I know with all my heart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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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ins will have paid my ransom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我们叫做什么 那是一种性开放的教育 就是性好像不受约束 那孩子们一谈恋爱 他们可能就会 他们就会同居大部分的 他们就会有性关系 以前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 结婚以后才可以 就万一有了 我们觉得也不敢让人知道 那现在变成大家很普遍的 好像变成一个新的 新世代的文化 我记得我去 孩子大了以后 我去修一些课 一些大学的课 一些有关于婚姻家庭的辅导的课 有一个大学教授 或是国立大学教授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辅导智商的时候 如果碰到男女在谈恋爱 千万要认同 不能够对他们有意见 否则他就绝对不会来找你辅导 因为一谈恋爱就结婚 不错我纠正 一谈恋爱就同居的这种模式 已经是普遍的 每一个人谈恋爱都会同居 那个时候以做父母来讲 我的孩子大概青少年 也大学了 我也蛮忧心的 我也很难过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变这个样子 学校的教育 是教我们孩子 就是不受约束 我知道年轻人 在性方面 有这方面的试探 是蛮大的 没有一个约束 蛮可惜的 基本上我认为 性教育 应该是品格教育 性是一种节制 譬如说我很喜欢很喜欢喝可乐 但是我说可乐对我不好 我就少喝或者不喝 这就是节制 或者我在怒气的时候 我很想要骂人 但我说骂人对我对方不好 我就节制 我就学习 这叫节制很重要 就self control 但是我也看过 这个研究性的一些书 专家的书 性对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或者婚前就有性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也违反自然律 违反自然律就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但是我学校整个文化 都推动这个东西 我会很担心 很担心 包括后来我也看到一些 一些例子 做父母的 突然发现孩子 已经跟人家同居了 或者是让人家怀孕了 或自己怀孕了 我那时候很单一害怕 有一天我的女儿 回来告诉我说 她怀孕了怎么办 或者她有性病 她不告诉我 我也很痛苦 我可能从别人知道 她告诉我 我也很痛苦 然后或者是我的儿子 被人家告了 因为现在的 关于性的叫做什么 防治法 法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人家可以随时告你 如果你跟她说个黄色教货 黄色笑话 她都可以告你 你拍她的肩膀 搂她一下 都可以告你 这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时代 做父母的 还真的不容易 我指的是这个大文化 大环境 对我们孩子的影响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发现 我常听人家讲 我小姑离婚了 我朋友离婚了 我的什么什么人离婚了 我发现离婚 好像也是一种流行病 因为太容易了 大家变得很随便 既然可以 很容易就离婚 所以就可以很容易就结婚 因为结婚就可以离婚 因为彼此传染 彼此影响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忧心的 以做父母的角度来讲 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需要谈恋爱 这是正常的 如果他一恋爱 就同居 说不定还染什么病 你不知道 说不定还让人家怀疑生孩子 这很大的忧心 然后一谈 或者是结婚 一结婚就要离婚 那他有孩子了 怎么办 这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担心 我记得我有一次 坐计程车 这个司机已经很老了 他还开一个舅舅的车 我还以为他是很喜欢开车 他说他不得已 他跟我探苦水 他有两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离婚 现在有三个孙 让他跟他的老太婆 在照顾孙子 所以他不得不出来上班赚钱 他的老太婆 他的太太也很苦 因为他们没办法放弃孙子 然后他的媳妇 他的儿子 两个媳妇 两个儿子都不管孩子 都不要照顾小孩 然后他们就要照顾 好 那我发现这个时代 跟我那个时代 也有点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代 当然有些 我是女 我是妈妈妈 妈妈很爱孩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死也不会放弃我的孩子 我也是 你也是 对不对 这做妈妈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哪来的 我只能说上帝给我们的母性 那有些做爸爸的 也许也不太负责任 也常常不再照顾家管家 甚至有很多做爸爸的 就甚至也不拿钱回来 那个时候妈妈都 都在家照顾孩子 也不会赚钱 我那个时候 就是我妈妈那一辈 或者是我这一辈 这样子的妈妈 他们再穷再苦 死也要打零工 也要把孩子养大 给他们读书受教育 对 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 但现在我发现 很多的年轻的夫妻 他们有了孩子 这样离婚 然后包括做妈妈的 他也会放弃他的孩子 我放好几个例子 他也不会养 他觉得如果孩子交给他 好像他就吃亏了 两个人都不要孩子 这个孩子就变成隔代教养 现在隔代教养的非常多 我还碰到有阿祖 带自己的真孙的 非常非常可怜 那孩子也可怜 好 那这个都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 婚姻家庭的状况 我觉得最大的牺牲 就是我们的孩子 这个时代 我们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守护 我们的孩子 本来就是我们做父母 最大的责任 这个是天职 我们要对上帝交账的 也许我们法律不管 我们的政府不管 但有一天 我们到面对上帝 上帝把这个孩子交给你 那你怎么样 亏欠你的孩子 你怎么样没有 没有守护你的孩子 那当然 如果我们的婚姻家庭 不够稳固 不够健全的话 没有稳住 这个大环境 其实对我们的婚姻家庭 是不利的 我觉得非常不利 第一个 他很鼓励 妈妈都要出去工作 那爸爸当然也要工作 然后就孩子的那个照顾 就会 就会比较弱 那当然我不是否定 妈妈出去工作 但是一定要考虑到 孩子的照顾的问题 孩子跟你的关系 孩子有情感的需要 不只是钱的需要 那家庭经营 本来就很辛苦的 这个大环境之下 那孩子长大了 在情感上就 就会有些困扰 在跟恋爱上 婚姻上 也会很多事情 让我们忧心的 因为大环境都是这样子 就是随便 就是跟人家容易 发生性关系 而且同居 还有很容易离婚的问题 其实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忧心 当然这也是 曾经也是我的忧心 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过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会祷告 我也在学习爱 跟孩子怎么样建立好的关系 然后我也把 上帝的这个很美好的自然律 有关于人际关系 恋爱婚姻家庭自然律 也分享给我的孩子 因为尊重他们的决定 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也满幸福的 所以我也曾经有那个忧虑 但是我现在 我觉得非常有把握 我们要怎么样 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家 爱我们的孩子 然后守住这个自然律 我们有路走了 不过我相信现在你的孩子 儿女都长大 也结婚了 成家了 我觉得你 你觉得你的忧虑已经卸下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那我觉得这个忧虑是 是就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了 就是你的儿女了 你的儿女要担心你的孙女 孙子就像我担心我的孩子 将来他 他的我的孙子 孙女在这个社会中 在这个学校受这样的教育 这个生命的教育 到底是 有没有找着生命的律在教 这个是 可能我年纪大了 我就看不到我的孙子 孙女将来怎么样 可是现在看的时候 你会很担心 想我的孩子 他的下一代 我的孙子将下一代 将会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中成长 那个价值观 两性的关系 会受到什么样的改变跟冲击 我觉得这个都是 我们没有把它预测的 是啊 好 谢谢师母在这一段 非常语重心长的 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进一段音乐 那下面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听众朋友 一些的鼓励跟分享 我们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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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祝福 你变成 nothing 你变成 你变成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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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到 你的祝福 我 在那里 我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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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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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针对公投的第十案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 因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 同意票是将近超过七百万 是七百六十五万八千零八票 而且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 那么依公投法规定 这个公投案是通过了 所以立法院应该依公投的结果 来增定相关的条文 那最近听说立法院也在针对 这个相关的条文正在讨论 那我不晓得杨师母对这个公投案的通过 以及现在立法院对这个案的一些的做法 有什么看法 针对这个婚姻的自然率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的国家政府 就是我们的大环境 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都 很多人大家都参与 我相信你也参与了 去年的十月二十四号 我们的大选公投 就像刚才金姐所讲的 我们婚姻限定在一男一女 这个自然率的这个公投案子 是大幅的通过了 按照规定的话 他们就应该要执行这公投案 因为我们是民主政府 应该是民意是最大的 行政院好像今年提出来一个法案 就针对这个972的法案 这个法案叫做司法院市至748号 解释施刑法 虽然这个法案的名称 它没有用同性婚姻这个字 但是法案的内容 实际上就是同性婚姻 因为它准用 大量的准用民法婚姻的规定 民法一夫一妻的婚姻的规定 换句话说 政府还是在推同性婚姻的实施 那我们怎么办呢 今年四月 好 那个我们的幸福盟 幸福盟就是我们要坚持 这个自然绿的这个团体 也是提出公投 爱家三个公投提案的团体 他经过跨党派的立委联署 就提出一个落实公投的法案 希望能够按照我们的公投法 通过以后应该在民法972条里面 再增加第二项 就是婚姻应该限定一男一女的结合 这个叫做有点叫做创制 那民主政府的创制 但是这个法案提出来以后 19号立法院针对这个法院 进负二读的这个提案 结果是被否决了 换句话说 政府还是要推他们的行政院的那个 其实实质上是同婚法 很多人就说换汤不换药 有人说是挂羊头卖狗肉 另外还有一个第二条法 十一案吗 就是在国中 我们共投爱家共同的第二个案子 第十一案 在国中小 不应该对学生实施同志教育 这个通过了也有七百多万 七百万多 那这个法案 那教育部怎么做呢 按照这个法案 他们就必须修改 他们的 已经在国中国小实习了 很多的同志教育 那课本其实我都看过 那其实很多家长 已经都提出来反对 那他因为 因为这个公投案通过以后 教育部就定了一个 叫做把同志教育改名 改成性倾向教育 跟性别认同教育 好 那他这个东西的内容 其实就是同志教育 只改个名字而已 那当然幸福盟 跟那个很多家长团体 也认为教育部 你根本就在玩文字游戏 好 那其实就是公然 违背共同的结果 他继续在 在教育孩子 这些 对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对孩子有害的这些 同志教育 对我们的孩子 就是一种牺牲 好 那至于公投第十二案 十二案的 是民法中的 民法会议以外 其他形式 可以保障 同性生活的权益 也是六百多万通过 好 针对这个 好像就是要立一个专法 针对这个案 立法院依照 他应该要依照 公投的结果 继续修 修订相关的条文 但他们提出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司法院的 第七百四十八号 解释的施刑法 好 完全的 第一个就是完全的 就是个同性婚姻 只是没有用这个字而已 在表面上面用这个字 同性婚姻草案 变成同性婚姻草案 对同性婚姻草案 所以简单来讲说 我们去年 努力的 一一二四 推的爱家公投 我们也很惊讶 会这么高票通过 代表我们大 绝大部分的民意 是要 是要那个 我刚刚讲的自然率 就一难一年 一夫一妻的 这个自然率 这个其实被我们的 国家政府 也包括立法院 立法院岂不是要 代表我们的民意 连立法院都 都违背 违背这个公投的结果 好 就 这个让我们 非常的 非常的难过 对我们进入来讲 当我们难过的时候 我们也 我们也不会骂人 也不会去吵架 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是祷告 上帝请你守护我们的家 守护我们的下一代 守护我们的孩子 第二个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好 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实在太严重了 因为婚姻制度一改变 我们国家的 教庭教育 学校的教育 社会文化 包括整个 整个国家 我觉得会做一些 根本的改变 那孩子如果从小 就在这种环境 性解放 同性教育 文化长大 我们可以想象 未来的结果 我们很忧心 好 那 我再 再跟大家讲一点点 就是在去年 不是去年 就两年前的 5月24号 是不是 大法官不是开了一个 什么 好像辩证会 双方在那边 辩论的 好 那 是因为一个叫 战争同性婚姻的 一个 郝家威 好 这位男士 是他 他提的 所以政府去 所以 所以 把 法官才来 开这个会 他提案 那我有看这个 整个 直播的内容 好 我记得很清楚 真的蛮长的 我观察到 那个郝家威讲的 好 他的信念 他的信念是什么样 他把 他把性 sex 性 跟爱情 跟婚姻 跟生育都切割 性是性 婚姻是婚姻 爱情 是爱情 都好像没有一回事 这个就很明显的 他们的主张是违背 我们所谓的自然律 我们的自然律 是性 跟爱情 跟婚姻 跟生育 都是一回事 都是一个package 好 这样子 为了什么 为了也是 满足我们人的需要 我们有亲密关系需要 我们有归属感的需要 还有更重要的也是 我们 我们有 对我们的下一代有责任 好 性跟婚姻 爱情 这个给我们孩子 是最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就是成就一个稳定的家庭 好 那很清楚的 这是我第一手听到的 不是别人告诉我的 换句话说 我们政府是不是也要推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继续推下去 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未来的家庭 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我们可想而知 好 这我就不多讲了 那眼前呢 我们有一个活动 如果妈妈们 你跟我一样 你是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好 你希望我们孩子 可以在一个比较 合乎自然率 比较好 比较健康的 大环境下成长的话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5月8号 礼拜三 早上9点半开始 好 立法院会有个集会 立法院前面 就是我们这些 想要守护我们下一代 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自然率 婚姻家庭自然率的 的人 好 我们都可以 去参加这个集会 好 这个集会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赋予我们的共鸣权 我们向社会大众 向政府 表达我们的心声 好 如果我们政府还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要尊重我们的民意的话 他要尊重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公投的结果的话 请他们听听我们的心声 听我们的声音 那我更呼召 邀请 如果你是全职妈妈 你家还有小孩 可以带着孩子来 有幼儿的话 就推着孩子 婴儿车出来 就是我们只是讲 我们妈妈的心声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将来 将来他们的 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恋爱 他们的婚姻跟家庭 是什么样的婚姻跟家庭 我们可以拒绝 我们现在还有权柄来拒绝 我们的行政院 所要提的那个 同志婚姻法案 而且这婚姻法案 会带到学校去 教育我们的孩子 他已经教育我们孩子 已经 我看也有20年了 我们可以停止他 不要再 再做这样子 违背自然律 违背自然律 也违背我们的民意的 这种 这种政策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守护民主的行动 对 所以要求立委正式 765万公投的同意票 也就是婚姻就是一男一女 所以在5月8号 也就是星期三早上的 9点半 在立法院旁边 就是在济南路一段那里 那就是鼓励各位妈妈们 那当然爸爸也可以 你如果关心你的下一代 你支持我们的看法 那我们要求你 鼓励你 欢迎你 在5月8号星期三早上9点半 就到立法院旁边的济南路一段 那请大家穿着白色的上衣 那我们的守护民族的大会 这个行动 会统一的发标语 所以你不要自行自作旗帜或标语 到了那边 自然就会有人跟你 可以拿着标语或旗帜 所以你只要带着你的孩子来 推着娃娃车来都可以 那穿白色的上衣 那我们就一起在那里 像我们的立法院的 这个委员们正在开会 要做出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决议的 那个来表达我们这些守护的 民族的守护 我们家庭的一些心意 所以鼓励你们 可以找你的 所有邻居 这个三姑六婆 等等你的好朋友 你就一起集结来 在5月8号礼拜三早上9点半 请到立法院旁边的 济南路一段那里 那我们一起在那边 来守护民主 守护我们的下一代 那请记得穿白色的上衣 但是如果你方便就带 带一点可以喝的水 万一那天 有一点雨 那一起预备雨据 那我们一起来表达我们跟立法院 跟我们的政府来表达我们的心神 今天在节目中 是我们谈到很多对 对未来的一些忧心 对两性的教育 对婚姻 对家庭 对我们下一代 那你的站出来 就是表示你 非常关键你的下一代 对 你的站出来 就表示你愿意为你的下一代来发生 很可能当这个立法过了以后 我们这一代也都会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是什么 当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就是用我们的行动表达 我们对下一代的爱跟关心 也对我们的国家 表达我们的爱跟关心 我们一定要用守护家 守护我们的下一代 来巩固我们的国家 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再提一次 5月8号礼拜三早上9点半 在济南路旁边的 一段旁边的立法院 请穿白色的上衣 那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表达 你的心声 我们一起来守护台湾 守护民族 盼望我们在去年 这个通过了700多万的公投 公投的这个 不要就在一些的错误领导下 让我们的公投案变成好像心头虚色 我们要落实我们公投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起来 今天谢谢杨师 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分享 盼望透过他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重整我们对婚姻的观念 对两性的观念 对性的观念 那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好 为了国家的前途 谢谢师母在我们中间分享 我们节目都进行到这里了 告一个段落 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特别对着母亲的门 来跟你们公住一下 母亲节快乐 好拜拜 上帝祝福你们 Purify my heart Let me be as gold And precious silver Purify my heart Let me be as gold Pure gold Refiner's fire My heart's one desire Is to be holy Set apart for you Lord I choose to be holy Set apart for you my master Ready to do your will Purify my heart Purify Cleanse me from within And make me holy Purify my heart Purify my heart Pure�� Auf Cleanse me from my sin L tubes of the Lord Deep within JIM 給我的 torment Reped Finer's fire L union My heart's one desire Heip within Power in faith I choose to be holy Set apart for you Lord I choose to be holy Set apart for you Lord